中国要怎么抛售美债对美国无关轻重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0月25日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一篇恐告风的评论文章 以下为评论内容 美中贸易战没有缓和迹象 数据显示中国在这几个月稍微减持美债 于是又引起一些人唱起中国会运用金融核弹 抛售美债来惩罚美国最后美国终会屈服的论调 这种中国持有大量美债 所以美国要听中国的讲法 很多真正懂金融的专家已经有指出 这是出于对全球经济一知半解的歪论 但这歪论从2008年到现在都不断有人老调重谈 真是令人不耐烦 2008年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 中国超越日本 成为美债最大持有国 之后 很多中国与美国的评论员都说 中国是美国最大债主 一旦中国抛售美债便会引致美国利率飙升 美元下滑 政府赤字 无法填补 到时 美国便真的完蛋了 这是上至中国领导 下至网上愤青 近年觉得 中国已成世界霸主 在外可以横行无际的一个源头 2000年之后 十多年 中国大举买美债 反映的其实是 中国对美国的依赖 而不是美国对中国的依赖 2008年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 不少人预计 中国会失去 对美元的信心 早晚会抛售美债 但事实是 2008年到现在 中国所持美债 除了短期波动 大致其实是有增无减 中国所持美债 从2008年9月的6182亿美元 上升到 2018年8月的 11651亿美元 增长接近一倍 这段期间 中国一直增持美债 不是因为中国要无私的帮助美国 而是因为中国对美债的毒瘾太深 难以自拔 在中国出口导向工业下 美国与欧洲 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国 中国与欧美以外的 所有其他地区的贸易 均录得不断扩大的逆差 中国由亚洲 非洲 中东 南美 澳洲 输入原材料 机械产品和电子零件 价值远超过 中国向他们成品的出口 中国出口到美国 当然赚美元 由于中国始终不信欧元 所以它对欧洲的出口 结账也主要是用美元 中国对欧美的巨大顺差 让巨额美元 流进中国人民银行手里 中国人民银行 除了将这些美元 投资在流动性庞大 和风险最低的美债市场之外 实在没有多少其他投资可选择 中国一直说 要将人民币国际化 减少以美元结算出口 但这在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之前 都难有多大进展 结果是 就算在美国经济危机 最严重的2009年 中国仍继续增购美债 美国联储局在2008年后 通过不断增加美元供应 买入美债 进行量化宽松 令联储局追上中国 成为美债最大持有者 虽然联储局 早已减持美债 到2017年底 联储局的美债占有率仍有17% 中国在2017年8月的美债占有率 则只有8% 2015年之后 中国遇上资金外逃 出口下滑 人民币贬值 压力严重 人民银行只好变卖 手上美元资产托人载 避免人民币崩盘 但这几年 其他新兴经济滑坡 美元上升 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投资者 纷纷跑到美债市场避险 美债需求大增 中国抛售的美债 很快就有很多其他国家和投资者买入 所以中国从去年8月到今年8月 所持美债占有率 由一年前的8%下降到约5% 减持美债3% 但全球外国政府持有美债的总量 基本没变 中国会不会继续买美债 会不会抛售美债 对美国经济已经无关红纸 美中贸易战 中国处于下风 无知或故意误导的论者 继续吹奏 中国抛售美债 美国变完蛋论 能骗到的人 相信只会越来越少 以上评论 纯属作者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央视孔玲玲英国撒泊事件 正式遭起诉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0月25日 德国之声报道 本月初于英国一场会议上 掌握工作人员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孔玲玲 被英国警方以普通袭击罪起诉 并将于下个月出庭 博明汉警方 10月24日向香港自由新闻证实 48岁的孔玲玲已经被正式起诉 他预计 11月7日在英国博明汉出庭 整起事件发生于9月30日 一场由英国保守党主办的 香港问题座谈会上 当时一名来自香港的工作人员表示 自己遭孔玲玲掌握两次 在活动尾声 孔玲玲在座上批评正在发言的 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 罗杰斯 被主持人要求离场 香港工作人员 虽到他身边 只是其离开 但孔玲玲反称被灭生 并两度掌握工作人员 香港监察发布的影片显示 孔玲玲在场上 用手打工作人员 并高声对峙 不断以英语高呼 我是记者 你没有权碰我 可耻 这就是英国民主 等等 工作人员在他施洗之后 抓住他的双臂 并且报警 央视记者 是遇会者 是汉奸 香港监察 在声明中指 当时罗杰斯 正在做总结发言 我是轻忠的 不是反重的 我希望 中国和他的人民成功 我批评 当今的中国政府 及其对待人民的方式 但我支持中国 这个国家和人民 相信香港成功 符合中英双方利益 因此 旅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和捍卫一国两制 对各方都有利 孔玲玲就在此时 站立向罗杰斯大叫 你是骗子 你是反重的 你想分裂中国 你甚至不是中国人 其他人都是汉奸 一轮理论后 他最终被警方带走 他在被博明汉警方通宵扣留调查之后 于10月1日被释放 当事者工作人员 10月1日 接受法新社访问时 表示这是对英国民主的冲击 他就在保守党年会当中发生 该座谈会 由保守党议员布鲁斯 担任主持 与会者除了保守党人外 还包括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 李祝铭 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戴耀廷和香港众志常委 罗冠聪等 上升外交层次 事件发生后 中方随即高调为他辩护 大使馆和央视 其声要求道歉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10月1日发表声明 称孔玲玲当时 只是提问和表达意见 却被阻止和袭击 是完全不可接受 声明批评 该座谈会 助长了反中分裂人士的傲慢 中方表示严重关切 和强烈反对 要求主办单位 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央视发言人指 在中国驻英使馆 严正交涉和舆论压力下 英国警方在短时间内 释放了孔玲玲 律师明确表示 孔玲玲事务指控释放 其行为是正常履职 会议组织方举止适当 央视指 孔玲玲在表达观点时 遭到百般阻挠 甚至人身侵犯 他们形容事件荒唐 促请英国警方保障 记者合法权益 任何鼓吹分裂 中国的图谋和行为 都是逆历史潮流和徒劳的 在一贯标榜言论自由的英国 光天化日之下 居然发生这种侵犯 中国记者正当权益的事件 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习近平二度难寻 改变不了他现在的困境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0月25日 美国之音邀请专家学者 参与讨论报道 历史九年 耗资150多亿元人民币的世纪工程 港珠澳大桥 10月23日举行开通典礼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亲临主持这场 被称为各界瞩目的仪式 据报 习近平上台后 仅仅说了一句话 宣布大桥正式开通 便匆匆下台 他并没有在仪式上 发表有关中美贸易战 和中国自力更生的重要讲话 有分析称他的举动十分罕见 那么习近平在北上 不久之后的本次南下 是否如分析所称为了救经济 他此行是否真具有难寻的意义 我们今天一起讨论的嘉宾有 香港科技大学 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 旅美学者吴作来 港珠澳大桥不只是面子工程 对于港珠澳大桥 是否只是个面子工程 香港科技大学 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崔大伟认为 这不光是面子的问题 中央很久以来 都很想把珠江三角洲大湾区 融合起来 该区域有6900万人口 他们之间投资来往特别多 所以崔大伟觉得 中央决定要造这座大桥 主要是为了扩散经济合作 另外 珠江三角洲的西部没有东部发达 所以这也是为了帮助三角洲西部地区的发展 现在中国的很多发展项目都是基础建设的发展 比如一带一路项目 这个项目亦如此 今后这些项目对中国的发展有好处 香港中立派支持与大陆经济联系 年轻人反抗大陆控制 关于香港当地对习近平在开通仪式上只讲了12个字 做何反应 崔大伟表示 从英文报纸的报道来看 他们提到了习近平的安保问题 另外 他们也谈了习近平在仪式后的一些指示 比如 这次没有说自力更生 但他再次提到 中美贸易战下 中国应该发展 独立创新的能力 当年邓小平南巡的背景是苏联垮台 启用意识恢复改革步伐 或者像吴先生所说的 是为了警告江泽民要继续搞改革 这次习近平南巡一方面也是为了帮助广东省恢复经济发展 说几句话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给钱 给地方权利 为了融合整个珠江三角洲已经花下了这么多钱 关于大桥建设是否是为了控制香港 香港有两派观点 第一种观点 主要来自于商人和部分政府人员 他们认为香港将来和大陆联系越多越好 在经济方面确实需要和大陆合作 而年轻人大都不喜欢这个大桥 他们认为大桥和高铁这些基础建设都是大陆在用钱控制香港 香港有不少年轻人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他们觉得自己是香港人 所以他们自然会觉得这座大桥是为了控制他们 但现在也有很多中立派 之前香港基本是两个极端的观点 但现在出现了新的中立观点 认为香港的出路就是和大陆有经济上的联系 习近平改革迟滞不前面临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 对于习近平南巡访问私企是表示支持还是只是作秀 崔大为表示现在中国经济正处于困境 习近平在2013年的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很大的改革计划 大家一直都在等着他改革 去年十九大之后 我曾在南华早报上发表文章说 习近平称自己需要那么多权力 是为了帮助国家发展 为了开创新时代 为了实现中国梦 那现在已经有了这个权力 改革在哪儿 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改革计划 基本都没有下文了 关于如何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 他本人可能没有一个大想法 和他一起前来的副总理刘鹤 在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方面可能有不少想法 比如多给私营企业钱 少给国企钱 因为他们浪费钱 习近平现在确实面临很多问题 比如他的一带一路项目 现在也有很多国家和很多人反对 我不认为习近平会被打倒 他的权力还是比较稳固的 但现在他确实有很多问题必须去解决 这次他来南方 还是不同于邓小平南巡 一下就把整个改革的信号都释放出来 这是不可能的 大桥建设只是利益集团的投资行为 对于港珠澳大桥 是否是为了控制香港 旅美学者吴作来表示 邓小平当年的想法是 经过50年香港和大陆能在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 形成一种平衡 基本实现某种一体化 对于他这个愿望 我们当时的理解是 大陆也已经开始了自由和民主化的进程 最后能在两岸政治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程度差不多的情况下 实现一体化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 是大陆的中央集权和社会主义对香港实行高度的政治控制 这种情形下 这座大桥就显得非常尴尬 两岸三地已经貌合神离 而且港独正在香港年轻一代中成为一个大趋势 这是种精神上的分离 虽然很难在政治和经济上实现真正的分离 但这种精神分离说明中央政府在倒退 或者说中央政府没有在香港自由化进程上取信于名 这座大桥是为那些拥有三地车牌的特权阶层而建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 这两百亿美元的投资经济学家们和全国人大代表 到底是怎么决策的 谁能知道 这么个无厘头的形象工程 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人民有好处 是个美好的说法而已 这完全是个利益集团的投资行为 这两百亿美元背后到底是如何决策的 哪些家族成为了这个建设集团的主力 这些才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这个工程与人民毫无关系 现行体制下 民营经济不可能发展 对于澳门中联办主任跳楼和习近平仪式上只讲十二个字 这类异象 吴作来认为 郑晓松应该是面临了不可解决的问题 比如有可能是中央在调查他的腐败 有可能是中央布置的任务他无法完成 也有可能是他无法面对惨不忍睹的现状 良心发现后 他发现给共产党当官就是作恶不如死了算了 目前我们只能说三种可能都存在 至于习近平在仪式上什么言也不发 折射出他现在面临的很大困境 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 他必须消灭私有制 但现在他又不得不提倡私营经济的发展 因为他得维护共产党的稳定 让更多人有就业机会 让更多人向共产党交税 而这个港珠澳大桥 就是个国有企业工程 是不计成本的 投入之后产出多少根本不管 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领导人 都是有级别的地方政府 很难控制他们 相反私营企业不仅银行贷不到款 而且各个级别的地方官僚 都可以找他们麻烦 所以在这种体制下 中国的民营经济不可能发展起来 习近平的悲剧有制度的原因 也与他的个人认知和整个智囊团队有关 大量的左派和红二代都在捧他做红色皇帝 这些人需要这样一个皇帝 而习近平就正好满足了这些红色权贵集团的需要 他不可能适应时代的潮流 刘鹤 王岐山等人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说真话 对于习近平这次难寻 是否会有真正的意义 吴作来表示 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在国际上 现在习近平都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他没有邓小平当年 那样的实力 邓小平有元老背景 以及他在军中的影响力 再加上江泽民当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背景 所以邓小平当时很容易就是撼动和改变江泽民的保守状态 习近平现在既改变不了世界又运作不了这个体制 这个体制既是个政治体制也是个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越来越保守经济方面高度依赖世界经济 尤其是依赖欧美的经济 但现在与美国的贸易战局面 让中国美法从美国那里获取巨额的美元 这就让他美法在世界上可持续的撒币 现在一带一路出现诸多问题 也与他美法再进行有效的美元挥洒有关 他现在无法通过在南方的一个演讲 就能真的改变什么 他就不断的通过开会化解自己的焦虑 希望大家齐心备战自力更生 所以其实他是在做最坏的打算 这个打算就是中国和整个世界发生大分裂 无法进行有效的经济贸易 那这种情况下 共产党如何继续生存 中国如何能够不发生动乱 新疆模式如何成为整个中国的模式 对所有中国人的手机进行监控 对所有中国人的菜刀进行登记 所以习近平的倒退 真不知道会退到什么地步去 体制内的强力力量组成团队 对习近平形成实质性影响 这才是最重要的 刘鹤和王岐山等人 以前都有过改革开放的背景 有过普世价值的倡导 他们在关键时刻也该挺身而出 说真话帮习近平做出重大改变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三天到一周时间内 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击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 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